1953年的7月 中美朝三方在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议 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并向全世界宣告 我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在胜利的停战协议上签字的将军 宣告了打了两年零九个月的朝鲜战争 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以失败而告终 美军近百年来从不败下的神话就此终结 彭老总在全世界的媒体面前宣告 西方列强可以在我国领土上肆意妄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近百年的去如历史 终于在这一刻真正的扬眉吐气了 全国上下欢欣鼓舞 毛主席也高兴地唱起了警局 他再一次用智慧挽救了新中国 自以为兵强马撞武器先进的老美 再也不敢轻易地挑衅中国了 当全世界得知 中国在朝鲜战场上打败了美国时 各国又都是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新中国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 朝鲜战争就爆发了 朝鲜人民军优势明显 眼看就要统一朝鲜半岛时 美国突然带领联合国军介入逆转了局势 美军将领迈克阿瑟十分的嚣张 还将战火蔓延到了中国边境 毛主席纵观全局果断出兵朝鲜 新中国刚成立不久 志愿军的武器有不少都是在当年的战场脚合的杂牌 面对朝鲜的寒冬 不少战士穿着单衣就匆匆的奔赴战场 迈克阿瑟并不将志愿军放在眼里 放出了豪言 要在圣诞节之前结束战争 带着教士们回到美国过节 志愿军用强大的战斗力交回联合国军做人 节节败退的迈克阿瑟 最终引起了美国高层的不满被换掉 被给予厚望的李希威也未能逆转败局 克拉克也无力回天 只能认清现实 在战败的停战协议上签字 将这一段屈辱写进了历史 在得知美国战败之后 在抗日战场上说得不甘心的日本 早就抱紧了美国的大腿 在日本人眼里 美国是毋庸置疑的强大 中国无法与之抗衡 当得知这一事实之后 日本全国上下震惊不已 这一战直接颠覆了日本人的世界观 执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 更是问出了所有日本人的心声 无论如何也想明白 中国人是怎么把美国击败的 正是这一战 让日本重新审视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才有了后来的中日建交 为了支持美国 英国特意派出了三支部队 在他们眼里 志愿军的战斗力不足为惧 结果被打得一蹶不振 不得不转变了对中国的态度 还通过香港为中国运送战略物资 后来更是不顾美国的反对 率先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看到美国败军已定 还有一些看不清局势的国家 公然站出来跟中国叫嚣 这有国家就是印度 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表现 让当时身为世界霸主的美国 都阴影了很多年 但是印度却对此不嫌疑过 不仅是质疑 中国是不是真的在朝鲜战场上 取得了胜利 还开始频繁地在中印边界 制造摩擦 解放军只用了32年的时间 就让他们见识到了 中国军队的厉害 差点打到了印度的首都 好在较自卫反击战 要不然世界上也会少了一国家的 泛武中华者虽远必诛 毛主席用一次抗美援朝的胜利 让全世界见识到了中国汉的主权的决心 让中国真正的袭刷了百年的屈辱史 让中国人民在世界上停止了要板 我国能有今日之繁荣 时刻不能忘记革命先辈的牺牲和奉献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彤彤 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 本期视频或讨厌室